将萤火虫发光基因植入到植物细胞,打造电影《阿凡达》中神奇的发光植物。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中国手株基因编辑高亮度夜晚自发光植物,为植物绿色照明领域开辟了新的方向。 基因编辑高亮度夜晚自发光植物由合肥神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研发。 科研人员将萤火虫、发光蘑菇这些生物界的发光基因导入到植物细胞内,从而能让植物在夜晚发出肉眼可见的高亮度光芒。 李仁汉表示,研发团队经历了532次技术迭代,克服了多个技术难关,其中最难的就是如何让植物发光做到肉眼可见的效果。 与国际同类产品相比,神笔生物的发光植物在亮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我们团队实现的是打破了什么样的地理,就是能够让某一个基因在整个基因通路,能够在植物细胞内高度的表达。 当然我们也优化了很多反应过程中的一些霉,让这个霉的效率大幅度的提高,也叠加了很多基因,也改变了植物本身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基因,最终才使它能够达到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高亮度的一个状态。 李仁翰介绍,高亮度夜晚自发光植物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可能改变城市的夜间景观。 我们家庭的阳台的一个装饰,或者是家庭儿童孩子的这个床土的一个小夜灯,或者是未来公园的这个绿化,市政道路上的一个绿化。 就是整个公园种满了各种植物,种满了各种树,种满了各种花卉,就能够让夜晚这个公园都在一个发光达到一个阿凡达电影中的那个场景。 目前,神笔生物已经成功在包括向日葵在内的多种植物上实现了高亮度自发光,并正在拓展其他花卉品种的发光技术。 首先,我们现在我们的向日葵已经发光了,就是这个花卉,我们也在改造,比如说像玫瑰呀,月季呀,百合呀,未来我们,其实它的植物是通用了,各种植物只要能把这一套体系导入到那个植物中,就是一种举一反三的感觉,就是各种的花卉,它都能够发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